彭秀柱比王立雲好 我們要選好的 這就是勝負的關鍵 而且重點在我們東區 餐會上的這一句話 真正點燃台南市第六選區戰火 真的很感動 人家說我人生地不熟 但是我沒多久 像立場對我幫助 對我收聽 大家都看到我 我每次你經過頭 柱柱姐包含她的特質 有一種俠客的特質 很多庶民都站出來支持她 有這個勇氣 在勝利的地方 一定會打勝這場選戰 二十名名長表態 立庭洪秀柱 這對綠道出資的台南來說 勢頭一遭 更是對爭取連任 同時也是全國最高票立委的 王定宇形成莫大威脅 那確實在選民的結構 是一個新的結構 對選舉也許會有新的衝擊 我們都要尊敬對手的實力 我從來不敢小看洪秀柱 那我們也只能要求自己 扎扎實實 以不以腳印 會這麼說就是因為 這次面臨選區重劃 關鍵的台南市東區 29個嶺 軍工較多 又是眷村 鎖在地 基本盤藍大與綠 等於增加不可控的變數 藍色比較優勢一點 但是現在最後一次就不一定了 因為定宇在我們這裡 服務得很好 無話可說 因為你一個參加都沒有感情 大家在聽 對於都方便不太好 也不可以接受 勝負的關鍵在哪裡 莫大風流 就是後甲圓懷 一個是面臨選區保衛戰 一個努力發狀整面對決 洪秀柱和王定宇目標一致 麗拼到最後一刻 歡迎新聞成員為李嘉瑜台南報導